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我是刘祝华 夏天到了,不少人担心如果穿着轻薄的布料 一不小心就让鲑鱼都给跑了出来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带您来点健康无负担的蔬食料理 让您维持苗条身材 首先带您到新店这家餐厅 他们把印象当中比较油腻的中式料理 现在变身为蔬食,而且坚持不用现成的塑料哦 像是这道粤菜当中很受欢迎的菇老肉 主厨发挥了创意,用大甲芋头加上了豆腐来制作 炸过之后淋上紫酥梅酱,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绵 尽管这家餐厅隐身在巷弄里头 平常日的中午还是吸引了很多上班族前来报道 我觉得它是素食,但是它还蛮突破的 我很喜欢 它它吃起来不像树啊 让人素食,欢食,吃不出差别 连爱吃肉的男性都大力称赞 是因为这里的蔬食料理 外形和调味跟欢食几乎一模一样 金黄松香的榨春卷虽然没包肉 里头却有木耳,红萝卜和脆口的酸白菜 味道酸中带甜,还有光看就让人食欲大增的蒸饺 以青江菜汁加入脚皮 包入四季豆和脚白笋,口感鲜脆 连粤菜骨老肉都能变身蔬食 换成大甲芋头当内馅 配上紫苏梅酱汁 颠覆一般蔬食清淡无味的印象 我们公司所秉持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不用现成的塑料 像什么树肉啊树鱼这些我们都不用 我们坚持用新鲜的蔬菜来做料理 坚持不用现成塑料 食材的选择上就得更花心思 像是台湾夜市小吃臭豆腐 主厨加了青江菜和九层塔变化出不同层次 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加了青菜 还有九层塔,还有包臭豆腐 外面是包一层虎皮 包起来就是下去炸的话 它炸起来比较香 吃起来有青菜的味道 几乎捉捉弊点的马兰头臭豆腐 乍看有点像虾卷 酥香的虎皮里包着扎实的臭豆腐 还有香气浓郁的九层塔和青江菜点缀 让臭豆腐滋味不再单调 又多了蔬菜的口感 吃得最好的一次臭豆腐 很好 它的味道不会很浓 但是很精致 它里面很嫩 外面很酥 配的料就有点青菜在里面 第一次吃到这样 然后我刚才吃那个臭豆腐 它的皮炸得很酥 然后里面很臭很香这样 能将蔬食料理调味到不酥荤食 是因为这家蔬食餐厅 正是老字号江浙餐馆新开的品牌 店里许多师傅 资历都是二十年起跳 像是做了粤菜二十年的主厨石明清 将知名粤菜菇老肉 发挥创意变身舒适口味 吃起来不是肉 但是就是感觉好像吃肉一样 它选用有Q度香气又浓郁的大甲芋头 加上豆腐木耳香菜姜末 以及羊地瓜混合均匀 捏成小丸子 因为粘着性不高 更得精准掌握油锅火喉 油不能太冷 太冷的话 你会丢下去的话会散掉 就是要稍微一百度吧 下去以后再关小火 关键的糖醋酱汁 主厨特别自制紫酥梅酱 少了呛鼻醋酸味 多了淡淡梅香 加糖还有那个红醋 下去煮还有那个香气酸甜甜的这样 还有青椒 甜椒和凤梨 也加入梅子的队伍 和芋头丸来一场酸甜的恋爱 光看配色就觉得很夏天 带有梅子香气的丸子 滋味酸甜开胃 外头微酥 口感松软 里头有满满的芋头和香菜 浓郁香气 一旁的梅子也可以一起吃 吃完还会回甘喔 它有那个芋头的香气 然后吃起来里面满松软的 因为都是常年吃素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家的素食 做得很精致 滋味一样很精致的 还有上海名点小笼包 就算没有肉馅 师傅一样能做到很鲜美 我们是用四种菇类 然后再加上一个笋 然后九生塔跟老乡 像海天取代皮道这样 内馅混合了美白菇 金针菇 红喜菇和柳松菇 比起肉馅少了黏着性 所以包起来更费劲 面皮得擀更大张一点 蔬食版的小笼包 虽然没有肉馅的鲜味和扎实 却吃得到菇类的清爽和弹牙 还有淡淡的笋香甜味 加上一笼不到百元的清明价格 受到许多素食者喜爱 像这个糖包 素食餐厅也很少会有这种东西 就是因为这种成本太高了 价钱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它里面的馅料都包得很多 不会有些是香菇 只摆一两条而已 然后它都是摆很满的 蔬食料理兼顾清爽口味 又能充满变化 难怪餐厅隐身在巷子里 平日中午依然能吸引 大批上班族报道 无论素食还是肉食主义者 都能吃得很畅快